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当地时间26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鉴于当前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他依照宪法要求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并提请国民议会批准 萨尔瓦多国民议会27号凌晨投票批准即日起 全国进入为期30天的紧急状态 具体措施包括限制结社及集会活动 延长行政拘留期限等 布克尔27号说 在紧急状态下 宗教体育赛事商业及教学活动等正常进行 政府将事实宣布遏制犯罪升级的新措施 萨尔瓦多近期设帮派暴力的社会治安案件激增 根据警方公布的数据 萨尔瓦多26号 有62人在帮派暴力中遭到杀害